郭隆是郭先生、邀請到職 好,請各位 內席的官員請就座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 啊...第二輪的協商 那麼 第二輪的協商 我們從第31條 大家 大概翻開第31條是在12月 議長 31條實在沒有版本 對 民進委剛才溝通一下大家覺得他也不堅持了 好 那31條我們就照民進黨黨團及司法院的建議條文通過 好不好 好就通過 那34條 那個那個黃國昌委員能不能拜託出 來 我以為黃國昌委員進來 那我去請他 好啦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我請他抽煙 我啊我啊 我啊 你那邊那邊那邊 出去那邊那邊 我賠償一下 我賠償一下 我去那邊啦 嘿嘿嘿 十天休息而已啊 休息剛開始而已 沒要請說啦好嗎 好來34條請 黃金委員先講來34條 這個喔 34條這個喔 這個社會公正人士的決定齁產生齁 如果用這個 用這種全民的來 來來來來來來票選的話 行得通行不通 好來請說明 這個地方啊就是說 評鑑委員就是說 剛剛委員特別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喔 他是在追究法官的為師責任 行政為師的責任啦 所以基本上要對於這個法官的職務運作 有一些了解 他才知道說啊你這個 超過的 常規或超過的法律啦 我完全對於法律不了解 並沒有那麼適合 當然如果他對於法律不了解 但是對於一些公務員的行政倫理學 有特別的研究的 好 那也可以 納進來 就是他在研究這個職務倫理的 那一般 他的產生過程嘛 齁 你等於社會工作人士 剛剛我也提出 當然我有同樣的 社會工作人士 社會工作人士 可是他當然 該具有的法學素養 還有一些的當然也是需要 可是在這裡面 他的產生的過程裡面 你即使有法學素養 也不一定是會達到 所謂的大家全民的期待嘛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是有一個程度的這樣子 讓社會大家來去票選他 覺得他是符合這樣子的一個機制的話 是不是來的更完整 這是我的看法 跟我們特別報告 因為我們在這個條文裡面 是由譬如像 律師公會 檢察官 所屬團體去推薦 他不一定要推薦 法律的人 我當然不一定要推薦 對對對 就他們團體不一定推薦法律的人 現在用全民票選出來的這些 對社會的責任度會更高嗎 因為這個當然是一個可能成本的問題 就是說一個評鑑委員 全國票選那個是 因為這裡面可能還有一些資格的限制等等 這樣子 好來 那請黃委員 黃委員 基本上很多的方向都跟 司法院的協商建議條文跟民進黨黨團的 很多都很接近 那有一些差異性 黃委員來請您說明來 第一個不好意思剛剛 休息的時間 第31條因為我們 晚了一點回來 所以第31條的部分 我先說明一下 沒關係來 就是 如果 個案評鑑 能夠真正得到強化的話 我們是支持有條件的 把全面平和給廢止掉 對 這個也是我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我表達過的清楚的看法 那理由是 從2011年那個時候 法官法開始討論的時候 那本來是希望 有一個 更具有獨立性專業性 然後而且 資源相對充足的委員會 來處理這些事物 但最後 顯然事與願違 那導致的結果是 每三年辦一次全面平和 那過去 針對法官的部分做了兩次 針對檢察官的部分也做了兩次 那這兩次 全面的平和 我想最後出來的結果 讓大家非常非常的失望 那不同黨派的立委 其實在公開 或者是司法法制委員會的時候 曾經都質詢過這個議題 那等於是 現在的這個全面平和 浪費納稅人的錢 那造成了法官跟檢察官 多數的法官跟檢察官 不必要的時間 的支出 精神的支出 那等於是一個 沒有生產性 只有消耗性 的制度 那方向應該有兩個 一個是強化 強化全面平和 那另外一個呢 就乾脆不要全面平和 強化個案評鑑的部分 那今天 提出來的這一個修正動議 顯然是朝向後者的部分 去邁進 那因此 31條 是不是真的能夠這個樣子 我看可能 要跟等一下 就個案評鑑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有被強化到 要連結起來 思考 不能夠比較切斷 這樣子 的部分 好 然後 這個 31條 基本上 我們 就 就是 通過 如果說 後面個案的平和 的強度不夠 評鑑 那個案評鑑的強度不夠 那這個就有思考存在的必要 如果個案評鑑的強度夠 黃偉的意思是 這一條就可以不要了 是這樣子嗎 對 沒錯 那現在進行 那第二個部分 34條 這34條的部分 時代力量黨團 所提出來的修正 動議 我們主要 核心的觀察點 是說 第一個 任一個性別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所以 這個條款 我們支持 我們也贊同 那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當然大家有提出各式各樣的意見 但是為了要落實 整個 在 平權上面 或者是多元性上面 的考慮 那明文去做這樣子的修正 這個我們是支持的 這個沒有問題 在委員會討論很久了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針對去挑這一些 評券委員 產生的方式 最後是由司法院院長 來加以控制的這件事情 我們有意見 因為在過去啊 具體實踐的過程當中 我倒不是說 第一批 挑出來的評券委員 一定會不好 因為它是兩階段的篩選 前面是先搞兩倍 後面呢 再讓院長他們去選 那過去實踐 很清楚的狀況啊 是說 你大概得罪了司法院的話 院長就不會選你了 你大概得罪司法院 院長就不會選你了 那這個是有很清楚的例子在 在整個理念上面的設計 我們今天如果說 要強調的是 這個評券委員的獨立客觀性 這也是人民期待的嘛 而不是所謂司法院院長的領導統譽 而不是司法院院長的問責 那我們認為 就這個評券委員產生的方式 第一階段的挑選 我們都沒有問題 有各個團體 那他們自己去透過一定的程序選出來 那但是第二個部分喔 就要給司法院院長的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我們認為應該由 具有外部性的領選委員會 來進行挑選 那這個是我們針對304條 主要提出在修正動議的重點 那領選委員會要怎麼組成呢 前面已經有規定了 OK好 那這樣子怎麼樣 來 那個秘書長來回應一下 這個評券委員會其實是一個 在制度上是院長人事權的分權 在過去沒有評券委員會之前 那對於法官為師行為的追究 是因為我們國家的司法院是採首長制 就是首長來追究 那後來各界認為要有一個評券委員會 比較好 那等於分擔了院長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有這樣的設計 不過它本質上呢 基本上它也是一種行政責任的追究 行政責任追究 那我們認為說有司法院院長來領選 那對於它整個要整頓司法 那或者是檢討法官行政責任的這個運作上來看 還有性別平等還有各方面的平衡 院長來決定應該是適當的 好 這一條的重點 其實是在於 到底是要院長來 來林聘還是林選委員會來林聘 兩個 這兩個決定而已 其他內容大概都 大概都一致 那你們大家覺得看怎麼樣 今後司法院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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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各推舉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外之六人 就是說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有在裡面 但現在是有兩個 一個是 時代力量希望是由 林選委員會來林聘 那司法院是希望是由院長來林聘 這樣而已 不重點在這裡 林選委員會的指針是怎麼樣 第七條 請問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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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ân聘 工作者 不大 沒有 請問哪些 不大 市長 市長 完全一定都沒有管理 大家去試試看 不要再保留 好嗎 好 試試看 林選委會組成 主成 組成那個也是一樣 都是各種代表 前來講法官 他那個重疊了 你有推舉的再領選也是蠻怪的 對啊 對不對 因為 因為已經是 在條文裡面 大家的版本裡面都有推舉了 你推舉來再被領選 最推舉的這些公會 也很 講稱的也很不尊重 兩個都是重疊了 兩個都是重疊了 重點就是要用版本 就是完全讓院長出局 就是這樣而已 大家想看看 好不好 黃委員就是有關 時代力量的修正草案 由林選委員來林選 那這個不是市改會的意見嗎 對不對 是不是市改會提出來的建議嗎 那 那個 我跟那個 陳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呃 那 個別單一的團體 他們的看法 隨著時間跟客觀環境的變化 也會有變化 那我沒有辦法代表市改會 他們現在的民間市改會 到底是採取什麼立場或看法 那現在的民間市改會 跟我過去參與的那個民間市改會 想法跟看法是不是一樣 我也沒有辦法幫他們解釋 我也沒有辦法幫他們去做說明 這個我先跟曾委員報告 但是我可以說的是 這個評鑑委員 我們現在要設計他做什麼 就是監督淘汰 不是人的法官跟檢察官嗎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好 我們先把他定位清楚 這個評鑑委員會 我不是挑他出來說幫法院選 選院長的 我也不是挑他出來幫司法院院長選 誰要當民事廳廳長 誰要當刑事廳廳長 懂司法體系的人都知道 誰要幹民俗長 誰要幹廳長 誰要幹副廳長 司法院的資源怎麼分配 司法院院長怎麼會沒有權利 權利大的不得了 那我們今天在選這個評鑑委員的時候 社會對這件事情的期待是什麼 社會對這件事情的期待 就是要有足夠的外部性 我們在評鑑委員的階段 我必須要講是 不管是法官檢察官 或者是 律師學者公正人士 大家可以清楚看得出來說 就是多元 獨立 是一個我們希望能夠push的方向 那核心的關鍵是什麼 核心的關鍵是 司法院院長 還是評鑑委員 還是林選委員會 我的看法很簡單 你要去 品除司法院院長 因為他個人的 好物 或者是立場 來去挑的話 那這個又是需要具有獨立性的 就讓林選委員會去挑 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你說啊 司法院院長個人的好物跟質疑 那這個也不是我憑空在講的 實際上面就有具體的情況啊 之前賴浩銘跟蘇永青 他們在掌司法院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做的 你敢罵司法院的意見 你敢站著跟司法院唱反調 你敢反對他們的官審制啊 我就把你砍掉 就是這樣啊 我有說錯嗎 我倒不是說現在的許忠麗會去做一樣的事嗎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在建立制度啊 過去有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就是這樣在搞的啊 出現了這個狀況 難道眼睛要閉著看不見 然後還在那邊講抽象的 說不會啦不會啦 司法院院長副會長 院高權重 深受全民驚訝 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啊 你要講抽象的理想的 還是你要去看一下 現實上面發生什麼事情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司法院如果用林選委員會來林聘 有沒有什麼自愛南省的地方 這個因為我們那個林選委員會啊 他的名稱就是法官林選委員會啦 他其實是要 因為這裡面還有考試運的代表 他主要是林選要當法官的人 好 那 這評鑑委員會其實他是由 檢察官 法務部 還有律師公衛 就法務部嘛 代表檢察官體系 還有律師公衛 來推舉出來的人 推舉出來的人 那 院長也不能夠自己去找他自己想要的人嘛 所以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來 就是說因為這個林選委員會是第七條的 那剛才要排除掉司法院院長在這個 任命上面的權利的話 結果你回到第七條裡面 這個林選委員會還是司法院院長主持啊 結果又回到他手上 然後再來是律師公會的推派代表 這裡面有 呃 在第七條的林選委員會裡面 律師 還是由全國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提名嘛 所以又回到同一群人手上 這個 在林選一次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一樣的事情 雖然是有時間落差啦 但是那個林選委員會代表 跟現在推出來的 根本就是同樣一群人 那個上門蓋 啊我推出來的人再給你 同一批人再去林選 這樣會不會是疊床嫁屋啊 也沒有解決了剛才王委員說的問題 好 各黨團再想一下啦 第三十四條的爭議點都很清楚啊 我們 啊 三十四條先保留啦 那也請各黨團幾次完再想一下啦 好不好 齁來 我們 三十五條 三十五條 大家